在苗栗有一名比丘尼失踪了12天 家属报警之后逮到了一名嫌犯 那么坦诚掳走了比丘尼 但是他对行踪是闪烁其词 最后才攻出是将比丘尼的尸体埋在中港溪的出海口 这一名诈气的惯犯多日来说辞相当反复 直到警方拿着被害人照片说现在是农历七月 不要让师傅在外头当公魂野鬼 这才吐露实情 那么他表示日前是前往比丘尼独居的经社来行窃时 被比丘尼撞见 因此他当场晕死 事后于是他就把这比丘尼带到出海口来弃尸 但是警方怀疑他是为了推卸强盗杀人重责 才攻称自己没杀人 派遣怪手开挖三个小时到现在都还没有去获遗体 对于失踪比丘尼的下落 现在还要持续来巡查